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 《一下之空窗期》第十四集 你凭什么这么问? 路易的话在夏夏心里顺时像一串烟火噼里啪啦地炸了起来 一股火气从心底冒出 什么叫做从前是,现在也是 他借着酒进,想要开车门 还好路易开得慢 被他吓了一大跳,连忙靠边停下 回过身望着一脸怒气的夏夏 不解问道,怎么了? 夏夏冷笑,你们男人永远都这么一份无辜的模样 我要下车 车门已经被路易锁了,夏夏又再次强调 我要下车 路易耐着性子,我先送你回去 不用啦 这附近很好打车 夏夏执意下车,他很少有这般人性的时候 那股酒气在他体内作怪 多年的委屈,银人已经让他无法保持最基本的冷静 为什么他要提过去,他凭什么提过去,他这样一个男人 怎么会知道那段暗恋的岁月,他为他流了多少眼泪 得知他出国,得知他有了女友,他怎么会知道他的心有多痛 他不能再留下,只是从包里拿出一串钥匙,你再不开门 我就砸车了 他知道这车价值不菲 可是他宁愿他报警,宁愿重新陪他一辆 路易无奈只得让他下了车,同时也跟着他下了车 两人站在路边,夏夏的头发被风吹得无比凌乱 他只觉得自己很狼狈,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 他讨厌自己,这副失控的样子 又觉得人偶尔失控任性也有说不出的痛快 对不起,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 他站在他的身边,卑微得道着歉 他不说话还好,他一说话,夏夏不知为何,格外地想哭 他刚要说话,眼泪便夺出了矿,连忙用手捂住嘴巴 肩膀止不住地颤抖 他为什么要道歉,他从来都不要他的道歉 忽然他后背一暖,被他轻轻揽在了怀里 他陌生的气息涌了过来 是夏夏从未体验过的美好 他的心在一点点绝望 他越好,他就越心痛 路易从兜里找出一张皱皱的纸巾 这要替他擦眼泪,夏夏愣住了,仰头看他 他趁此替他擦了擦眼泪 又将粘在他额前的头发捋开 别哭了,他语气中有几丝慌张 我嘴笨,我,他最怕看见女生哭 总觉自己在欺负女生一样 夏夏吸了吸鼻子,逞强道 我没有哭,只是眼睛有点酸 路易拍拍他的后背 是,你没哭 他的语气里竟然还带了几分真假不明的宠溺 我喝多了,情绪有些失控 最近工作压力大 应该是我说抱歉 工作压力大简直就是最好用的借口 是,每个人都有压力,释放出来就好了 路易附和着他的话说道 有什么话,不要藏在心里 可以找人开导,如果怕被熟人知道 就去找心理医生 他在他耳畔轻轻说道 那句不要藏在心里 突然就激发了夏夏心中的叛逆 他借着自己此刻在耍酒疯 不管不顾地问道 你有女朋友了 为什么还要问我为什么删你联系方式 路易没想到他会回到这个话题 他先是一正 后又反问 就算有了另外一半 我们不还是能做朋友吗 夏夏没有回话 路易又接着说道 再说了,我也没有女朋友 蓝青玄说,你去相亲了 夏夏脱口而出 说完又后悔自己说话不过脑 他到底有什么资格管他的感情生活 如果相亲一面就成功 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还在寻寻觅觅 截然一身了 路易轻声说道 夏夏嗷了一声 你这么好 相亲也会不成功 不是所有人都觉得我好 路易轻叹道 我有很多缺点 所以别人看不上我属实正常 他对自己的认知还算清晰 所以也谈不上自恋 你有什么缺点 夏夏越问 越觉得自己像个白痴 傻到无药可救 世人都有缺点 可是偏偏在他眼里 路易就似乎没什么缺点 他想象不到 路易只笑笑 没有再说话 彼此沉默的片刻 夏夏才发现 原来自己一直被他轻轻拦着 这样不算亲密的亲密 还是第一次 他稍稍往后推一步 他已经不哭了 还有什么理由占据他的怀抱 他会给他安慰 只是因为那几滴眼泪 时间不早了 我送你回去吧 路易掏出手机 上面显示已经凌晨一点 夏夏 不了 你们回去吧 蓝清旋在车里睡着了 晚上你要照顾一下 路易没有说话 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夏夏顺时在他的目光中 拜下阵来 他正要说什么 路易一把抓起他的手腕 拉着他往车的方向走 边走边说道 这么迟了 我怎么能连送你回家 这件小事都做不到 夏夏听了 又忍不住想哭 他恨他不经意的温柔 总让他没有的心慌意乱 明知道温柔只属于 他身体里的一部分 并不专属于自己 可还是会因为他的这份本能 而偷偷心计 这世界还有谁会比他 更没有自知之明 你说送你回家这件事 他一定会做到 可是你知不知道 你说的每一句话 都有可能会让我彻夜难眠 蓝青玄半躺在副驾驶 半眯着眼睛 看着两人打开车门 他连忙转了个头 当作自己从未久醒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看